毛赵岩,28岁,平庆人,西南大学,金融管理专业的车 今天我才必有用,迷行天下我做主 大家好,我叫毛赵岩,来自重庆 今天我要应聘的职位是女游潜师 我的求职宣言是胖鸭也能行天下 谢谢 我给你讲,赵岩 如果 赵岩不给你这份工作 你就出去说去 说他们骑士胖 好吧 所以因为我很喜欢你最后的这句话 胖鸭也能走天下 胖怎么了,对不对 但是确实有点胖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改变 因为我从小到大胖了这么多年 你是从多小就开始 我可以说我是83年出生的 所以那时候一般情况下人家都是四五斤,二五六斤 我生下来就八斤半 从小到大一直胖 没受过 从来我没有体验过人家说什么什么 别说一尺八 我觉得就二十一的腰我都没体验过什么样子的 特别那时候我常就是爸妈的一句话 我就会经常说 你们为什么那么偏心 把弟弟生的那么 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吗 特别好 对,我说弟弟生很可爱 又是双眼皮 然后身材又不错 又很可爱 而我又是单眼皮 然后又胖 然后又矮 然后我就觉得 那时候我特别特别的觉得不好 那你是从多大开始 就有所改变 应该是从我上初中之后 然后我爸爸妈妈离婚之后 然后他们带我去旅行 然后我妈妈告诉我了一句话 她说 其实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是有他的存在的意义的 对,然后她说 你长得胖不理的错 但是呢 你应该去坦诚地去面对你生活中的一切 而且你并没有比别人差 你的成绩是最好的 你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为什么一说到 谢谢,谢谢大家 妈妈说的话特别特别好 为什么一说到妈妈就会情绪这么激动 是因为离了婚之后 一直和妈妈在一起 对对对 而且她现在去了天堂 然后这也是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原因 对不起大家 为什么 说到妈妈 所以妈妈去世之前 然后她告诉我 她说 我的女儿什么都好 就是胖一点 她说 我觉得我最美的对不起你 她说 我希望我的女儿如果不是胖 她肯定不是今天这样 那一定不只是做幕后的工作 她一定可以走到全面去实现她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到这 我只是想证明 我可以做到妈妈 然后我可以 想任何人告诉大家 胖没有关系 胖怎么 我一样可以活得很快乐 我给我身边的人带去了无数的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可能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从这个自卑走到自信这个过程当中 她经历过什么样的心目历程 现在越来越对自己有自信 而且目的性其实算挺强的 对不对 上一份工作是什么 我做策划 策划 现在已经把这份工作辞掉了 对对 辞掉的原因是 就是因为我想全职做旅行 全职做旅行 对因为我 那今天如果没找到这份工作呢 我还是会继续去旅行 然后 经济来源呢 现在的话就是之前有一些积蓄 然后 然后就是会坚持 我会继续坚持 坚持到我觉得 我不能坚持那天 我还继续去工作 然后等我有了积蓄 我会继续去旅行 直到我完成这件事为止 我的目标是十年走完中国 然后一辈子把全球走完 这样 咱们我给大家看一下毛毛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拍的一些照片 这样会更能够加深大家对他的了解 好 来 咱们先看到这张是九栽沟的长海 然后我所有的照片都是没有批过的 好 这个是长海 来 然后这张是在宁夏的那个大化西游的拍摄地 这个是在那个红村就是黄山脚下 然后这一家呢 就是他们自己开的客栈 你看我们知道这么大一座菜 对方都可以给我打很多折扣 但他们之前从来不给别人打折扣 这张就是黄山 黄山对 银克松我想告诉大家胖没有关系 你照样爬山很厉害 下一张 下一张 这张是那个雪香 然后说到这我想说一句 就2009年的元旦 我一个人跑去这个地方 然后过元旦 然后那天就是30号然后跨年的时候 然后漫天的烟火在零下30几度的情况下 我还啃着苞米特别开心的给我妈妈打电话 然后结果15天以后我妈妈就去世了 所以这是我那时候最快乐 最无忧的时候 我觉得那次旅行就是带 就是 是其实是我一个人的心态去的 但是之后的每一次旅行都是我带着我妈妈的愿望去 所以我这边特别讲一下这个事情 这真的是一个旅行达人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深情旅游体验师的 每天收到的简历非常非常多 就是我们要挑选的不是说和普通人比 我们去玩的地方多 而是说在和众多的这种应聘者比 大家都是去过很多地方 你有什么特点 你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姑娘我顶你一下 我替你回答这个问题 那个他的三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体型 你找不到第二个 第二个优点 不好意思我来问一下 为什么叫优点 我还不太懂 因为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 从商业营销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都是找到普通人去做旅游 给人的感觉和一个找这样 朋友去旅游 是不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能把他自己的感觉 传递给其他人 并且能感动其他人 这非常重要 第三点 旅游是他的生命 OK了 你要不要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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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各位 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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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给他来个读者文再来 行 就我送你几句话 就说 哈哈哈哈 要改 咱们是老乡 咱们是老乡 我不客气 他剩了三点 三个力 我觉得非常好 第一个沟头的力很好 第二是他的感染力很强 第三是他的亲和力很好 我希望你能够真正的 而且照片文字都非常好 说到亲和力 刚才陈鸥提醒我了 来我们做个试验 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也都是刚认识毛毛的 对吧 就假设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你们愿意和他一块 聊一聊 吃顿饭 一块走一程吗 愿意的请起立 不愿意的原地别动 一二三 请选择 谢谢 谢谢大家 让我回家 都谢谢 我们站起来支持他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其实他涉及这个职位 主要是为了消费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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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今天给他一点压力 少刚老师 我想插一句 我想说 现在是跟我说话 刚给我权力 我想说 我是学心理学出身的 就像盲人 他的听力非常好一样 他想做的事情是体验旅游 由于他胖 他的另外一方面 征服别人和亲和的能力 一定是超乎寻常的 好 谢谢 还有谢谢 我也送你一句话吧 因为我觉得毛毛 刚刚有一句话 特别打动人 他说旅行 对于他来说 是一种生活体验 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去更多的时候 打动人心的东西 才是生活 其实我想 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其实我想说的 谢心的选择不重要 因为谢心 他们那设置 这个旅游体验 最终的是要打动 终端客户 那么刚才的实验 其实已经证明这一点 如果他不喜欢 只能说明 他的眼光太差 好 我想 我想这个 有一句啊 谢心 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绝不是送你一句话 谢心 顶住压力 谢总 这个让我说几句话 因为现在各个老板 因为现在这个职位 是我们公司提供 然后整个旅游体验师 整个方案策划 是我们来 我们来做 各种需求 我都很清楚 我会很认真的 对待每一位选手 以及我们网站 酷讯旅游网的 所有的用户 所以说我希望 各个老板 不要说 从自己的感觉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你现在 不是自己招人 你对这个职位了解 不是很多 不要说凑个热闹 大家都站起来 美侠 我参加过酷讯旅游网的 这个旅游体验师的发展会 我见过他们的旅游体验师 可以说 其中有几位的表达能力 真的不如你 谢谢 我相信你能够真正 把旅游的体验 非常准确 非常生动地表达出来 比他们现在 已游的几个旅游 这个体验师要好 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所有的老板 都会关注的 除了旅游体验师 其他工作要不要 我就是始终如一 我就想为这个努力 就是其他的不要 对 其他的给你也不要 对 因为我觉得 可能会觉得 我有点不失台课 但是今天 我一方面是为了 圆妈妈的梦 另外一方面 我就是冲着旅游来的 不管谢欣 那个先人会不会 就是满意我的表现 但是我觉得 我努力了 我就不管 我享受这个过程 结果不重要 我要送你一句话 就是说是 所有乐观 开心 向上的女孩 都是美的 谢谢你 另外一句话 谢谢欣 我希望你能好考虑一下 OK 妈妈 我觉得你的心态非常好 这一点我非常的喜欢 谢谢 我倒是想送给 邵刚老师一句话 是 邵刚老师的 在某些事情上 心态太重了 比如说 比如一上来 一上来 妈妈一上来 你就说 谢欣 如果你不录用它 那就说明你对这个形象 对形态有歧视 这个反而搞的以后 我的这个录用 录用与不录用 就在于这样一个标准 其实我们的选择旅游铁食 是一个综合考虑 不会因为它的 单一的形态 或怎么样 咱有点幽默感好不好 邵刚老师那是一种幽默 我把我收回 而且是邵刚师的一种幽默 抱歉 请你在选人的时候 不要受我这句话的影响 主要受陈欧那句话的影响 好 这样吧 现在呢 到了 我先要求 十一位离开的时候了 你同意吗 可以 可以吧 接下来 大家都安静 我们谁都不给你压力 谢谢 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你俩 好不好 我现在先要求十一位离开 十一位请离开 好 现在只有谢欣的一盏灯亮着 其他的工作 我们这环节叫 谈钱不伤感情 唯独在你这 我把名字都改了 现在 毛毛和谢欣 将要进入 谈工作不伤感情 你们谈吧 谢欣 首席能不能给 那一次性的能不能给 不是你能告诉大家 是因为满额了吗 差距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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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谈到 就是说 因为在座 大家其实并不了解 刘铁 是整个的这种招聘 我谈到 我们是拿 每一个选手 和其他的应聘者 进行比较 对 所以就是他的差距在哪里 就是大家反复谈到 比如他的一些优点 这些东西 在我们所应聘的 这些投简历的人里边 是很常见的 一种情况 我没有感觉他 我没有感觉 他有明显的优势 在里边 因为比如大家觉得 他的这种亲和力 我们很多应聘者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所以说 我其实个人 是非常支持 我觉得你没有直接回答 如果说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你就可以把他招聘走 我觉得你很多标准 就是让大家觉得 莫名其妙 就是你的这个标准 隐藏在背后 所以他这么真诚来应聘 但你不信他可以 你告诉他差距在哪里 谢欣 你只招美女吗 不是 我想问一下 你那个职位是满了吗 没有 没有 反正我们还在招 各位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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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 这是一个公司行为 对 这是人家公司 莫言我知道你好 你拒绝应聘的时候 在一些情况下 你应该告诉应聘者 让他自己也有一个明白吗 先去用一句话 你告诉他一下 毛毛 他的差距是什么 你说完这句话 我们就灭灯 就不再为难你 好不好 OK 我刚刚谈到了 和我们其他的应聘者比 他没有明显的优势 因为我们其他应聘者 像他类似的这样优点 还是很多的 我确实不能够给你提供这个机会 刚才我谈到说 但是我觉得你做得很不错 心态很好 我愿意个人给你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不谈个人的部分 谢欣 你自己把灯灭掉吧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可以跟人们都抱一张吗 谢谢大家 毛毛是这样 有了这份工作 我很开心 我去做 没有这份工作 毛毛不是也丝毫不妨碍 你继续在路上吗 对对对 不是也丝毫不妨碍 你给我们发来好看的照片 并且让我们分享你的旅游心得吗 对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然后看着各位boss 然后现场的观众 包括老师 然后都给我这么多支持 所以我觉得特别感谢你们 我给你们聚三公 一个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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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觉得今天修复了你们的任何 你们的笑容 包括哪怕是跟我一起流了泪水和掌声 我觉得我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好 谢谢毛毛 谢谢大家 毛毛 如果你要在旅游过呢 当中有一些随笔想成书的话 你可以来找我 好 好吧 好 谢谢 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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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隐符能给你个拥抱吗 可以我特意想拥抱你 还有我呢 你去你去 你去你去 好 好